人的生命一刻也离不开水 从化学角度分析 人体中的含水量约占体重的55%至60% 婴儿更是高达75%以上 为了维持体内水的动态平衡 人类不仅要主动补水 并且要依靠皮肤的呼吸进行水分的保存 否则就算人类每天都生活在水里 也难逃各种疾病的魔爪 就像斑色鱼鳞选的患者一样 终生都在与各种并发症进行抗争 斑色鱼鳞选是先天性鱼鳞病最严重的类型 因为患者皮肤过度狡化 使得面部表情和小丑的微笑相似 所以这种病也被叫做小丑鱼鳞选 在过去 斑色鱼鳞选婴儿的死亡率为100% 他们一出生 皮肤上就布满了厚厚的角质化斑块 由此引发的脱水 败血症 呼吸衰竭等各种并发症 随时都能杀死这些脆弱的小生命 进入现代以后 随着医学的进步 患者的寿命在不断地延长 但他们每天依旧获得胆战心境 为了防止全身性的感染 患者每天都要清理体表皮肤上的角质层 当鱼鳞一般的旧皮肤被刮下 他们就要立刻为自己的新皮肤 涂抹上大量的润肤液 一来可以维持体温平衡 并且锁住身体的水分 二来能远离致命细菌 防止皮肤感染 颜色鱼鳞选患者所遭受的痛苦 远非我们常人能够想象 当这些失去了正常容貌的孩子 带着小丑一样的微笑 勇敢地走进这个社会的时候 所有人都应该收起歧视的目光 用一种对待正常人的相处方式 来轻声地告诉他们 只要你足够地坚强 生活终将会开启美好的一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